桃湖四五 因为桃湖四五汤 后来就成为了一个 桃湖四五汤 后来就成为一个 这个 活血化鱼的基础方 因为从它的机构 加了桃仁红花以后 全方车重鱼 活血化鱼了 相对活血力量大了 这个 川兄 少药 桃仁红花 加当归 特别川兄 桃仁红花 后世就成为 王清润的四大金刚了 王清润一系列的 活血化鱼方 从产生的几率来讲 川兄 四少 桃仁红花最多 他还具体 谈了这四个 要的一些特点 这就从桃湖四五汤来的 桃湖四五汤来的 但结合当归 或者当归为以后 他这种结构用的很多 很多 也就是说 会有花鱼力量 很好 效果很窍凿 很缺凿 那这个时候 像 帝皇 在里边 那得起到 活血不伤血 改为生地以后呢 对于血液化热 它不但可以 使活血不伤血 有养阴 补血作用 而且它还可以 这个清血热 所以桃湖四五 就成为又一个 活血化鱼的基础方 这个副方啊 是一个 本身又形成了基础方 很重要 要重点提示 这个